这是个异想天开的父亲 从朋友那搞到一胎 用头发做酱油的机器 那个年代 头发卖不了钱 能做成酱油的话 简直是无本买卖 可拧开龙头 酱油迟迟不出来 父亲认为是头发放少了 然而儿子易南 把剩下的全倒到机器里 朋友也试试地将档位调到最大 结果一阵火花在闪电 随着令人干呕的恶臭散出 机器也爆了 这让本不富裕的家庭 跟着雪上加霜 父亲无奈宣布要搬家 长女镇子问原因 父亲爱于面子 不提交不起房租 只说为了多病的易南 有个好环境 全家要以供代租的 住到海滨浴场 一停海边 小女儿房子开心不已 父亲找到了突破口 不顾其他人惊讶的眼神 就这样搬到了海边的一处窝棚里 除了他和房子是开心的 其他人只是无奈 镇子对弟弟易南说 等姐姐存了钱 咱家就搬走 易南很愧疚 按理说 他是家里最大的男孩 应该他挣钱 可现在还在上学 姐姐让他别瞎想 能上学是本事 家里就交给他和宗男 易南怀着愧疚的心 定下了考大学的目标 易里啥也不想的 父亲呼呼大睡 易南埋头苦学 镇子发出自己要找什么工作 对了 这家总共五个孩子 这是老三宗男 他说这父亲最多的 就是俱乐部 姐姐可以应聘俱乐部五娘 镇子觉得不行 他不会跳舞 老五房子也反对 五娘不就是陪酒女吗 宗男大神说不一样 老四波子说 看姐姐的意愿 只要姐姐想试试 我没意见 这一晚 镇子想了很久 第二天 在和同学家朋友 易志赖聊了之后 镇子决定要向前一步 因为易志赖要去东京读书了 他也不能原地踏步 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 当然还是因为家里穷 和易志赖分开 他到了一家名叫 长夜的俱乐部应聘 经理柳先生 基本啥都没问 就录取了他 还给取了一名 性感下娃 上班就从明天开始 简直不要太顺利 新的一天 镇子开始上班 虽然啥都不懂 但面带微笑 开怀附和 还是能应付一二 这时男人拽着他一起跳舞 最怕的事来了 身体整个僵住 他看了一眼刘先生 刘先生点头示意他能行 镇子只能硬着头皮开始 精力有些慌 这是老家矿具工人 跳的探坑舞 曲调简单 舞步有力 镇子一跳 刚中带揉 又是另一番味道 这一片从老家来挣钱的不少 都跟着喝起来 刚才慌张的精力喜笑颜开 果真可爱无敌 镇子就这样 混过了一天 下班时 一个姐妹追上来 要和镇子一起去吃个夜宵 原来看到镇子跳舞 姐妹知道这是老乡 再一了解 还是隔壁村 真是缘分 有缘分的不止他俩 还有这个夜宵探主宗南 宗南和这个叫玛丽亚的舞女 最终将成为夫妻 日子一天天的过 镇子每晚下班 都要到海边散散身上的香水味 瞒得过父母 瞒不过妹妹们 房子问姐姐 这个工作没问题吗 镇子回答都还行 个别客人可能比较过分 直到姐姐能应付 妹妹们暂且放心了 这是另一边的宗南出问题了 刚开干没多久的小吃摊 竟然有人来收保护费 说所有在此摆摊的 都要经过鬼种公司的同意 在两人要一决雌雄时 小混混突然发现认识宗南 宗南也认出对方是发小阿赫 阿赫这个年纪是一波晕天 自己都只是借住的亲亲家 但看到宗南家就住在棚子里 二话不说 非要让他们也搬到亲亲家 镇子想说算了 阿赫不给说话的机会 又热情又客气 把新住处形容的那叫一个好 这让巴女家的每个成员 都心生向往 尤其是父亲巴女十四郎 搬家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到地方 父亲就发飙了 性格比较自我的脖子 也批哥哥是笨蛋 不提早来看 宗南这儿是好心办坏事 但也没办法了 只能住下 业力庆祝敲签 阿赫依旧改不了爱说 大谈特谈他们鬼种公司 脱口而出 大姐镇子那家俱乐部 就是我们老板的 气氛一下就不对了 母亲既愤怒又伤心 镇子想解释 不是那样的店 母亲不听 就是不准再去 一男也说 不想用姐姐在俱乐部 挣的钱上学 镇子柔神软气的说 你们别这样 脖子和房子支持姐姐 这只父亲也插了一脚 老头知道自己无能 镇子再没有镜像 那这个家吃饭都成问题 所以他唯唯诺诺的表示 支持镇子上这个班 最后母亲被气走 镇子出来 母亲说道 都是你爸没本事 他还说那样的话 要你吃这些苦 妈妈再气这个 镇子让母亲相信自己 不是她想的那种店 母亲说道 对不起 我和你爸 没尽到的父母的责任 全让你承担了 镇子继续在俱乐部干着 这天公司的副社长 处理了一个 撕拿后出食材的厨师 这是镇子第一次见副社长 真是开眼了 同为女人 副社长的手段和气魄 是她没见过的 结束后 副社长要走 镇子和玛丽亚攻进的鞠躬 副社长不由得停下脚步 让镇子笑一下 副社长这意味深长的笑 镇子不明白 不过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叫住刘先生 问缺不缺厨师 当然是缺了 镇子让母亲去 以邻居的身份 因为据说社长 不喜欢沾进带雇的 一起工作 母亲本身犹豫 但想着能看着女儿 也就同意了 一天下来 母亲也放心多了 回家也是深夜 由于是阿赫答应他们住的 房主一直有怨气 所以没有给他们钥匙 两人只能靠拉绳 叫醒沉睡的父亲开门 他们的日子 也就这样凑合的过着 突然那一天 母女俩刚上班 柳先生让赶快站好 社长来视察了 多金的老板 从员工身边掠过 突然又转过头 看向中间的女孩 女孩自然不知 她命运的齿轮 已然转了起来 夏娃是一名 老板成熟稳重 只教待女孩好好练舞 第二天上班 女孩踩了客人的脚 被老板说中 她需要好好练舞 就在她专心之时 老板撇下其他七家分店 再次来到这里 如亚温和 要教她如何 才能不踩客人脚 正在按照老板说的做 结果第一下 就踩了老板脚 怪她笨 也怪老板太聪明 刚才讲得太笼统 于是老板又细致地 讲了一遍 还叫来钢琴师 这一次节拍对了 一个温柔的笨女人 一个稳重的聪明男人 这可能是 世上最契合的搭配 五练完 老板要开车 送郑子回家 同在这家店干活的 母亲刚好过来 郑子跑过去 说能不能把我们 一块送回去 我们是邻居 老板一时间 竟无法拒绝 这一趟车 三人是各怀心思 到了巷子口 郑子就让停了 母亲还没反应过来 但也跟着下了车 郑子知道 老板不喜欢 沾进带雇的 在她公司 所以才早早下车 第二天上班 姐妹玛丽亚就八卦起来 社长竟然送你回家 郑子此刻还不知道 她这玩笑将很快成真 夜里下班 社长又把车 停在了郑子跟前 要送她回家 社长没有立刻送郑子回去 而是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店 尝了她引进的番茄汁 这种东西 郑子哪喝得惯 直言难喝 郑子这种傻中带之 不刻意讨好的性格 社长很喜欢 接着社长问 他还有一家店 有个调酒师 叫八女宗男 你们是亲亲吧 因为八女这个姓很少见 郑子眼见瞒不住 只能承认那是我弟弟 本因为社长要开了自己或宗男 没想到社长说 那家店是大众酒吧 把你弟调到你这间俱乐部 工资会高点 郑子惊喜不已 社长这个路数是步步为营 不紧不慢 又和郑子拉起家常 逗得郑子开心不已 等到郑子喜滋滋的回家 母亲还坐在门口 但不是等她 而是父亲睡得太死 拉伸根本拉不起 最后直接拉断了 无奈郑子只能趴着电杆上去 郑子的努力 给妹妹们创造了学习机会 五妹房子 每天就是画呀画 要当漫画家 四妹脖子问她 有喜欢的男生吗 房子回答 手种智虫 手种智虫 是当时最厉害的漫画家 这聊不成 脖子下楼散步去了 社长对郑子的爱情 也进入到了攻坚期 但郑子看儿童歌唱比赛 郑子专注的表情 社长觉得太可爱了 结束后 社长邀请郑子吃饭 还说随便挑 不用客气 郑子真挑了起来 这个回答出乎意料 大米饭是真香养 社长讲了自己的抱负 要把中周 见得繁华起来 让这里永远有欢笑 有娱乐 郑子听着听着 用碗团起了饭团 这是他家每次遇到困难时的娱乐 社长觉得 这真是一块普遇 单纯可爱的让人难以自拔 将郑子送到巷子口 社长又悄悄地跟上来 很费解地看了他家的开门仪式 第二天 社长决定 提升他管理俱乐部的账目 不用再当舞女 此时 副社长也来了 两人因为公司发展 吵了两句 社长走后 副社长叫住郑子 他当然明白深职的原因 对郑子说道 我不会辞退你 之前也有几个和你一样的女孩子 可他们最终都主动辞职了 郑子不敢说话 其实只是商业联姻 副社长和社长也是一家 夜里郑子穿着工作服 发现弟弟宗男一脸怒气 原来有客人对玛丽娅动手动脚 宗男冲上去强行拉开客人 郑子根本不知如何处理 副社长出来 一个眼神让宗男先放人 然后一边道歉 一边告知 店里不提供那种服务 客人不罢休 副社长免了今晚消费 还不罢休 副社长出钱 告诉男人换一家合适的店 打发走这个客人 副社长宣布 今晚大家随便倡议 店里的气氛又起来了 副社长这能力 让郑子自感不如 社长这边则好奇地去了郑子家 发现门牌不是八女 他又好奇地拉绳 没什么动静 社长转悠着要走 这时门开了 两人都很懵 社长还是没搞懂 愣愣地走了 没过多久 八女家的二儿子易南 为了考大学奔赴东京 父亲带着一家人欢送 不久就收到喜报 易南考上了东京大学 八女十次郎拿着电报 一家人在俱乐部高兴起来 这一年还发生了 震惊的银行投毒案 这12人死亡 但嫌犯不明 只有根据目击着口述化的销香化 阿赫一看 这好面书 宗男一看 这不就是你吗 作为迎宾的阿赫 被客人围着指指点点 这一年 有好多人因为长得像嫌犯 被抓又被放 阿赫第二天 独独和房子做了告别 然后就不见踪影 开始了流浪生活 这周末 社长被邀请参加 驻军将领的生日会 想让郑子陪通 因为上次副社长的那番话 郑子是不情愿的 但他又温柔又笨 还是没拒绝 家里除了老妈 其他人都赞成去 至少能好好吃一顿 但就是没有穿得出去的衣服 这是老妈拿出了 姥姥穿下来的和服 让郑子明天穿上 怎么都不能丢人吧 第二天郑子去了 虽然社长提醒 举止不要太出格就好 但社长一被叫走 郑子还是犯错了 卑优自主的 就走到了摆食物的桌子 刚吃两口 听到外面有人叫自己 出去一看 父亲带着妹妹们 还有弟弟都来了 说是担心 看到他没事就准备走 郑子让等一下 看着满桌的食物 一个劲的往手里放 然后拿出去给弟弟妹妹们 可老爸不满足 他想吃肉 刚透过窗户 都看见烧鸡了 郑子说 那个不好拿 妹妹又看见蛋糕 郑子很疼家里人 决定进去再试一次 蛋糕细细垮垮 他觉得拿不了 目标又放在桌上的 小面包和水果上 这次如近货般 使劲的装 此时外面的家人 看见有助军出来 只能先走了 郑子在拔下鸡腿时 也被助军抓住 装的东西全被到处 还被省了半天 直到夜里 社长才搞定状况 把他弄了出来 社长问 为啥不叫自己 郑子像犯错的孩子一般 懦懦的说 怕给你添麻烦 社长看出了郑子的难过 也低落 他甚至女人在这个时候 最想找个依靠 因此也最容易攻破 所以他不吝点夸赞郑子 并深情告白了 单纯的郑子 半退半就的 依附在了社长怀里 好在社长对他是真感情 不久之后 就提出要上门 拜访郑子父母 郑子回家商量 他现在完全沉浸在 被爱的幸福中 妹妹们支持姐姐 对他们来说 这世界有爱就够了 三弟宗男和父亲也支持 毕竟社长有七家店 二弟义男提出一个问题 社长有正事了 你这只能当外事 父亲让义男闭嘴 郑子说道 社长来拜访 就是想把这事说清楚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男人有外事并不罕见 但心思想如义男 会觉得这是倒退 会觉得姐姐是为了这个家 才牺牲自己 旧思想如父亲以及郑子 依然将女人当作男人的附属 不认为是倒退或者牺牲 认为只是选择 选择了喜欢自己 自己也喜欢的 当然 这也离不开社长的多金 但并不是说郑子爱钱 只是多金带来的各种效应及光环 无形中摆平了 本该存在于他们交往中的很多麻烦 这间破房子 社长终于进来了 比他想的还局促 第一眼 社长好奇的问 邻居阿姨怎么坐这 郑子解释 之前买你 这是我妈 社长赶忙道歉 上次没让岳母上车 郑子母亲是反对两人在一起的 作为过来人 她见过外事有多不好当 但耐不住几乎全家人都同意 尤其是不珍奇的丈夫 未来岳父真是心机 几乎贴到社长脸上拜托 这时母亲说话了 就一个问题 能不能让我女儿做正事 能不能举行婚礼 能不能入籍 郑子说无所谓 但母亲要为她争 社长很犹豫 但必须坦诚 这些她没办法给正子 虽然和妻子是商业联姻 也没有孩子 没有感情 可唯独剥夺不了她正式的地位 因为自己起家 靠的是妻子娘家 即使现在 两人依旧是合作伙伴 就这样 郑子算是跟了社长 社长买了房子 她不但负担了郑子 也负担了整个八女家 宗南在这年秋天 带着未婚妻 要给姐姐和姐夫看看 人一出来 是郑子当初的姐妹玛丽亚 宗南希望姐姐同意 此时郑子在八女家 已然是家长 她同意了 宗南和玛丽亚的交往 两人辞去了俱乐部的工作 在市场开了一间小店 宗南的探索人生 从此开始 另一边 宗南的发小阿赫 当初因为怕被抓而四处流浪 今天突然看到报纸 嫌犯已落网 她大喊自由了 她的戏剧人生也开始了 郑子的弟弟益男 渐渐适应了东京的大学生活 还碰到了郑子曾经的同学一支赖 两人一生的牵绊 就此埋下 在家人都有了新的开始时 郑子这边却有了意外 当年已经收到 郑王通知的未婚妇大普 竟然来电报说 从西伯利亚回来了 父亲是深怕失去现在的一切 要把信撕了 母亲觉得不能这么无亲 最终郑子去了港口接大普 不过是和丈夫鬼种一起 结束就要结束得明明白白 大普理解郑子的选择 但当得知鬼种是娱乐大哼时 大普很激动 问郑子为啥选这样的资本家 剥夺者 美帝走狗 在西伯利亚的几年 大普身受洗礼 现在是亲俗派 郑子不明白这些 但鬼种明白 因为大普没说错 不过他不在乎 他是生意人 利益至上 和大普告别 两人便回家了 这一年东京动物园 首次引进了大象 生意好得不得了 这是父亲的朋友找来 就是当年怂恿父亲 头发做酱油的那个朋友 他这次来 是希望把女十次郎投资 在中州这儿也引进大象 十次郎横上朋友的道 立马去找鬼种 鬼种信这个项目 但不信岳父这个人 不过他还正子呀 所以还是投了钱 正子追着问鬼种咋想的 那可是打水漂呀 这时鬼种却十分内敛 不说爱 只说自己也想看看大象 一段时间后 大象从印度运来 欢迎会真实热烈 因为这样中州 成为仅次东京的存在 在十次郎上奏乐 准备迎接大象下船时 朋友走出舱门 让十次郎上来一趟 大象不在了 朋友解释 大象晕船生病死了 实在太可怜 所以就把遗体海藏 让他彻底安息了 为了证明确实运过大象 朋友还特地截了大象的尾巴 十次郎就拿着尾巴 向所有人说明情况 让大家看一尾 而想全貌 大家都感觉被骗 直至多日后 把女家门口还围满人 大骂他们愚弄众人 正子和弟兄 对这样的场面是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 副社长来了 也就是社长的正事 一下车就开始讲道理 道理虽然谁都会讲 可大家之所以听他的 是因为他讲的方式 该强硬强硬 该和缓和缓 最终把大家都劝回去了 看了一眼正子 他也走了 确实如此 正子也觉得 自己是比不过人家的 这天夜里 归种告诉正子 天天这样 还是搬家吧 刚好我要在东京拓展生意 你们就搬去吧 临走前 父亲在正子面前诚恳认错 觉得对不起女儿 啥事都搞砸 正子真的很爱家人 安慰父亲没事 去东京又是一番新田地 别看十四郎此刻哭哭啼啼 但他的闹剧人生才起头 在去东京的火车上 十四郎好为人师 总想和对面的青年攀谈 这个青年名叫高苍健 日后将成为著名演员 不过在本剧中 他不会再露面 因为对于正子一家 他是可无的配角 世界就是这么奇妙 没有绝对的主角 但人人又都是主角 是自己生活的主角 来到东京新的环境 大家的一切还得靠鬼种安排 鬼种也乐意为之 因为他爱正子呀 娶了这个女人 等于娶了他这一大家子 二弟和五妹的学费 南方要出 三弟和四妹的工作 南方介绍的 甚至还给岳父 开了一间咖啡店 你以为这些就完了吗 并没有 还要帮助善后 正子从朋友那儿听说 二弟一级男在学校 加入了一个名叫 宫崎的学长 开的金融公司 宫崎学习八尖 可口碑不好 正子求丈夫帮忙调查一下 最终结果是 宫崎确实很厉害 作为在校生 公司创办三个月 救了庞大的事务所 但这也是问题所在 快速扩张 存在违反物价统治法的嫌疑 被调查又被证明合法 可公司生育已受损 债权人要求退资 两千万的巨额 公司似乎已经没有退资能力 听到这些 正子去事务所找一南 刚好看到一南被打了一顿辞退 原因是没筹到钱 一南把责任都归咎在自己能力不足上 正子劝弟弟别干了 好多事不是不违法就能做的 正是公司回来 他不同意正子的说法 他认为法无禁止皆可为 他现在的困境 不是因为钻了法力空子 而是少年得知 引得太多人嫉妒 正子说 那是因为你眼里只有钱 公司反问 你不爱钱吗 正子无言以对 任何辩论 他都不是这个东大高材生的对手 公司最后说道 我绝不会输 下月前一定把退资凑齐 但其实在第二个月 债务到期的前一天 公期自杀 现实无比残酷 作为日本最高学府中 最拔尖的学生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社会 都是主角的人 却没有在自己的人生中 演好这个主角 除了事务所 一南埋怨姐姐不该来 他直言受不了姐姐的这些关心 一南之所以参加这个公司 也是不想再用姐姐的钱 迫切渴望独立 可对正子来说 他习惯性的把整个家扛到肩上 认为对家人付出是理所当然 两人不欢而散 二弟的问题结束 三弟松南的问题又来了 刚上班的他 认识了一个牛仔打扮的前辈 自称强尼 完全就是无脑西化的精神老头 逛着半吊子的西式酒吧 用着走行的西式礼仪 可这对松南来说 已经算是开眼界 他也迅速西化 说话中 夹着转了七八手的英语 要从姐姐家搬出去 正子问原因 王王就是这种不自立的人 最爱喊自立 乔前的这玩 强尼来祝贺 松南把媳妇赶出去 因为强尼有大事商量 至于什么大事 抢劫运钞车 松南以为强尼给他讲西方去世呢 没想到强尼要来真的 抢了钱要去美国 这下松南怂了 他找发小阿赫商量 阿赫说你傻呀 这能干吗 松南说 为了自立 借了强尼的钱 不干不行呀 随即伸出一根手指 阿赫杯酒下肚 第二天 阿赫带着松南去了医院 卖学的人还真不少 松南问 卖一次挣多少 阿赫伸出六个指头 松南高兴不已 那真是不少呀 两人抽完是浑身无力 阿赫够义气 到外面就把钱给了松南 松南先抽出自己的 傻眼了 六百 他以为六千呢 此时阿赫才知道 松南借的是一万 俩傻子当街相互埋怨起来 最后松南还是回家求姐夫 姐夫有个条件 退了公寓 搬回来和你大姐一起住 因为我回来的少 你和玛丽亚能帮帮你姐 松南立马同意 这件事最终出面的 还是姐夫鬼种 给了强尼两万块 条件是以后不要再找松南 他也劝强尼 做事多动脑子 踏实生活 抢的钱是带不出去的 另外他还提醒了强尼一件事 全程强尼一句话没说 贵重回到车上 松南大喊姐夫厉害 强尼听了劝 把帽子翻了过来 同时也不听劝的 在半年后抢了一抄车 结果当晚就被抓住 这句英语发音算标准 很快成为很多 无脑习话的精神者的口头禅 说完松南 该说四妹波子了 出版社领导 让他去催搞一个叫阿爷的作家 面对阿爷凌乱的家 波子忍不住要收拾一下 财思枯竭的阿爷 说波子打搅他了 波子说 那我站门口 也被拒绝 波子倒无所谓 便着发了一天三趟来找阿爷 最后饭都在这坐上了 阿爷又表现出古怪来 一会儿不让吃 一会儿又让吃 波子说他作品好 他不同意 说不好 他也不同意 可就这样的性格 时间久了 波子由同情伸出爱来 在阿爷因写不出作品哭泣时 波子抱住了对方 他们的交往开始了 几乎同一时间 波子发现骑人力车的阿赫 和五妹房子好像打得火热 他把这事告诉了大姐 八卦两人肯定有恋情 这时家里电话响了 房子需要保释 正子来到警局 阿赫普通跪了下来 房子想看大象 阿赫就带着房子夜闯动物园 结果被抓 玛利亚说 这还蛮浪漫的 父亲也是问些有的没的 什么大象大不大 阿赫兴致一下就上来了 正子俨然是一家支掌 母亲已经退居二线 他告诉房子 不准恋爱 好好度办大学 当个美术老师多好 房子前姐姐随意决定 自己的人生 起身便走了 剩阿赫一个人 大家又都开始审他 正子说 虽然我们家人都很喜欢你 但你个房子不可能 阿赫说 我可以等他上完学 正子摇摇头 不光是年龄的问题 正子不想太伤人 转而说起希望房子能找个有目标 每月有工资的人 比方说警察呀 阿赫立马立志 要成为这样的人 于是拉上宗男 参加了新成立的警察预备队 一个月 宗男就跳窗跑路了 但阿赫坚持了下来 直到两年后 他问教官 自己什么时候能成为警察 教官说 这虽然叫警察预备队 但最终不会当警察 想当警察 应该去警示厅预备队 阿赫简直疯了 脱了衣服也走了 又去参加警示厅预备队 在这期间 鬼种在东京的新店开业了 正子以及家人 都去参加了开业典礼 歌界名流也都来了 还包括著名摔跤手力道山 就在一家人开心之时 经理柳先生 突然让他们移步对面酒店 因为副社长来了 说不想见到你们 事到如今 母亲也不在埋怨 只是安慰女儿 这条路就是这样 要一直活在别人的阴影下 正子怕父母担心 说自从跟了鬼种 自己就有心理准备 然后催促着弟弟 带父母先回 大家走后 一个男人过来 他是最著名的摔跤手力道山 这种大人物 正子只在报纸上见过 因此瞪大了眼睛 力道山说 鬼种社长是真的爱你 所以才敢打发我来当这个跑堂 替他给你说声抱歉 正子再一次感动 与此同时 他和力道山也成了朋友 另一边二弟一男 与富家小姐一之类的感情 也起步了 一之类爱唱歌 学校的各类社团 乐意在活动中让他唱一首 原因则是他有钱 能出活动的场地费 偶然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男 觉得一之类被利用 很可怜 便发自肺服地劝他远离那些人 一之类自始至终 其实都知道被利用 但这就是富家女的处境 任何人接触他的第一目的 都是钱 只是这次 一男成了例外 一之类笑得很开心 一男却是一脸懵 两人之后 又却小酌了几杯 在学校见了无数次 一之类一直把他当镇子的弟弟看待 可此时再看 发现一男已经长大了 大到可以给人依靠的年纪 饭后 一男从醉乎乎的一之类回家 隔着铁门 一之类撅起嘴 一男伸过头 亲了上去 两人的爱情开始了 两人的爱情也始终隔着铁门 和一之类分别 一男与弟弟宗男 坐在路边小摊 宗男七混八混 现在成了午夜 一男给他介绍了工作 去学校剧团当后勤 第一天上班的宗男 由于一个演员缺症 他被要求补上 演一只野鸡 一段时间后 话剧公演 这个年代 日本年轻人思想活跃 朝起蓬勃 反美浪潮高涨 这个话剧的主题 也是反美反驻军 当有人发现观众中 有便衣警察监视他们时 瞬间激起学生的愤怒 高喊独立自主 打败美帝走狗 将便衣警察送了出去 不久之后 一场更大的反战反美 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开启 宗男非在校生 想着要走 结果被其他学生拉着一起 向皇宫广场进发 将近万人的学生队伍 被警察冲散 棍棒下 无数人被逮捕 宗男也要被抓 却刚好碰到发小阿赫 阿赫终于当上警察 可当宗男被其他人拘捕时 阿赫够一起 一一挡散 帮宗男杀出一条血路 让他逃跑 此事过后 阿赫被开除 宗男也离开学校剧团 但他当演员的梦想 却已经被唤醒 还给妻子展现他的喜剧天赋 玛丽亚哈哈大笑 说他能行 于是宗男就参加了电影试镜 这次招演员的是导演黑泽民 显然宗男的喜剧天赋 不适合黑泽民的风格 在宗男之后试镜的 是日后成为知名演员的 中代达使 宗男再次无演 另一面的妹妹们 则迎来了人生新道路 五妹房子已经上了大二 四妹脖子带着男友阿赫回家了 面对全家人的各种问题 阿赫如将冷笑话般回答 问他写什么书 他说写纸书 问写作过程 他说一直拿着笔 家里人没有反对波子的交往 这天晚上 家里来了两个特别的人 是本地地头蛇 要求鬼种上供 鬼种说自己交过钱 不接受新协议 对方也无比强硬 不接受就退出东京 滚回九州乡下 鬼种拿出枪 镇子和弟弟就在门外看着 但鬼种没有开枪 说着自己的坚持 然后把枪放在了桌子上 他的意思是 要么杀了我 要么就按老协议来 黑老大拿起枪 射在了旁边的柜子上 他妥协了 按照旧协议来 并保证会罩着鬼种 鬼种低头感谢 出门时 镇子和宗男还听得认真 这件事让镇子心有余悸 鬼种一边安慰 一边收起枪 他的生意继续做着 可另一边岳父的生意不行了 岳父的咖啡店 主要做驻军生意 服务员只有玛丽亚 今天这俩驻军有点不规矩 让玛丽亚跳舞 玛丽亚叫公公 公公却说 那就跳一个吧 公公为美军侍从 还挺美军的 让儿媳脱了外套 镇子刚好来 大吃一惊 叫玛丽亚下来 他们不是那种店 生气的赶美军出去 此时父亲把自己撇得干净 也赶起美军 从这天起 咖啡店生意一落千丈 关门大吉 但父亲做生意的心没死 镇监过年 报纸上报道 新年踩踏事件的照片上 鬼种意外入境 还玩着其他女人 镇子找刘先生问什么情况 刘先生拒事一报 女的是个空姐 社长经常往返 就认识了 镇子根据刘先生的情报 果真在酒店看到两人 回到家 他将此事告诉了父母 母亲无奈地说 早该想到这一天 父亲则去找了鬼种 虽然他做啥啥不成 但他最懂男人 他对鬼种说 镇子都知道了 镇子如此悲伤 还是第一次见 说明他深爱着你 男人最不该的 就是让女人流泪 这最后一句 直击鬼种 回到家 他便向镇子道歉 镇子说道 你没错 是我没做好二房 鬼种归在镇子身后 再次道歉 镇子一下委屈地哭了 两人关系和好如初 镇子也在不久后怀孕 这一年 玛丽莲梦露来访 刚好在阿赫 当服务生的酒店 把女家的几个男人 就求着阿赫带他们 近距离看一眼梦露 阿赫依旧讲义气 把他们带了进去 梦露走过的一刻 几个人顾不得躲了 闻着香味就出来了 被保安逮个正招 阿赫又被开除 在这之后 八女石子郎 偶遇她的创业导师 就是当年 头发做酱油的那位朋友 石子郎依旧上朋友的道 这次在朋友的怂恿下 他要投资 供年轻男女交流感情的 深夜咖啡店 鬼种知道是打水票 依然投了钱 石子郎顺利开店 鬼种的俱乐部生意 也一直火爆 各界名流 络绎不绝 今天这位是 喜剧演员古川先生 趁此机会 鬼种将宗男 介绍给古川郎助手 宗男也算有工作了 不过有好事就有坏事 一男和一只赖 确定关系了 第一个就先告知姐姐正子 紧接着就是家房 对于一只赖 这种家境好 学历高的女生 八女家当然没有任何意见 但一只赖父母有意见 原因是一男 有个当外事的姐姐 他家不接受这种家庭 一男与一只赖 就此被拆开 这件事 一男无法和家里人明说 只说自己被甩了 但总武人既聪明还嘴快 阿爷一语道破 肯定是因为家庭原因 正子也终于明白 弟弟是因为自己 没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他挺着大肚子 去求一只赖的父母 魔破嘴皮依然没用 一只赖父亲是钢铁公司高层 网上输几倍 都是有身份的人 任何可能让家族蒙羞的事 他们是不接受的 正子无奈去给一男道歉 一男成长了 曾经他嫌弃姐姐这个身份 现在也开始向着姐姐了 在几个月后 一只赖遵从父母意愿 到外地相亲 此刻的一只赖才明白 面对不喜欢的人真是痛苦 转头望向窗外 竟看到一男 一个眼神 他们便知道了对方的真心 一只赖结果跑了出去 一男带着他上了回东京的船 在船上碰见了阿赫 被饭店开除后 阿赫找了这份工作 他告诉两人 船不一定开 因为有台风 一只赖很着急 父母可能很快就会找来 在两人焦急的期盼中 船在快天黑时开了 另一边的镇子 此时出现生产的迹象 一家人全都行动起来 这边以为逃过父母的一只赖 却发现父母也已经上船 两人只能继续待在甲板 阿赫看了一眼翻腾的大海 赶紧给了两人救生衣 不出阿赫所料 日本史上最大海难发生 仅1400名乘客 仅不到200名获救 阿赫和一男是幸运者 但一只赖以及他的父母 不在获救名单上 海难的同一天 正子生下了一个儿子 从这以后 一男全身心的 投入到学业和工作中 已经结婚两三年的波子 依然没看到 丈夫阿爷写出一篇作品 他的好友远腾周作 却在这一年 入选并获得借穿奖 好在波子从小就特立独行 丈夫成不成事 仿佛都与他无关 他踏实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从海难中逃生的阿赫 现在是一名保安 被誉为国民歌手的 美空云雀下榻此地 却遇到一群狂热粉丝 阿赫挺身而出 带着美空云雀 从另一通道逃离 专入工作 又懂得随机应变的阿赫 被云雀小姐聘为保镖 这时阿赫又杀回巴女家 有云雀小姐的助阵 他想巴女家同意他和房子交往 但阵子还是摇头了 房子也很抱歉 心灰意冷的阿赫 在第二年作为科考队的后勤 远赴南极 房子也在毕业后 拒绝姐姐让他当美术老师的安排 去了一直崇拜的 手种志崇的工作室 当了助手 他期盼自己有一天 能成为手种一样的漫画家 通年夏天 巴女十四郎的深夜咖啡馆 在社会风气的枕盾中被关 十四郎依然心有不甘 但正子以死为契机 让父亲担负起 照顾儿子小时的职责 十四郎折腾的心 暂且被压制 另一边 宗男和玛丽亚在俱乐部一条街 偶然间看到了一只赖 他把这事立马告诉了一男 一男拿着照片找遍整条街 结果都说没见过 但一只赖就在里面 他只是不想被一男找到 就在这时 把女家发生了最重大的变故 鬼种被查出胃癌晚期 只有正子和柳先生 听了医生的病情报告 剩三个月的存活期 正子让柳先生想瞒住鬼种 他给副社长打去电话 副社长短暂吃惊后 迅速恢复瓶颈 告诉正子 瞒住病情是对的 接下来 让鬼种回到老家这边休养 鬼种在走前的一天 又来公司看了一眼 他已经怀疑自己的病情 强烈的腹痛 让他站立的有困难 他抱着正子跳了一支舞 就是最初他教正子的那支 正子泪流不齿 第二天鬼种走了 十四郎意外的比谁都情绪激动 可能他真的更懂男人 更懂鬼种这样的男人 不久之后 正子和母亲跟过去照顾鬼种 他还与副社长正式见面了 在副社长眼里 他永远不是对手 甚至包括鬼种都不是 两个月后 鬼种看了销售的自己 他再也无往直的淡定 曾经被枪指制都不怕 现在他怕了 他就正子带他去一个地方 这里是他事业起步的地方 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活着真好 终究这世间的美好 都是属于活着的人 没过多久 小时也被接来 到了临终告别的时刻 鬼种在小时耳边无力地说道 妈妈就拜托你了 当晚鬼种就不行了 正子没被副社长允许 向遗体告别 只有小时被允许 在深夜的医院 正子痛哭不已 葬礼 正子一家也没被允许进礼堂 想要的分葬也被拒绝 这是有些欺负人的意思 但正子依旧逆来顺受的忍了 最后是父亲和弟弟 办成殡仪馆工作人员 才扫走一部分骨灰 算是完成了分葬 之后副社长继承了所有遗产 只保证支付小时成年前的抚养费 正子也签字同意了这些要求 副社长一脸拿捏他人的喜悦 可在走下楼时 他看到了立道山来此祭拜 紧接着还有远腾周座 美空云雀 一众社会名流 这让副社长很吃惊 他才意识到 他看不上的对手正子 是有过招实力的 刚才的拿捏只是正子的退让 副社长一时间 伸出尴尬的挫败感 在处理完这些事后 鬼种的手下柳先生突然拜访 原来鬼种还是偷偷给正子留了一笔钱的 这笔钱过不了富豪的生活 让正子母子一时无忧 还是够的 于是正子退出豪宅 搬进了一处小房子 弟弟妹妹们 这时也都鸽子搬出去独立了 但不争气的爸爸 却又被一个偶然事件 激起了创业斗志 公园里碰到一个稍显邋遢 还问他要烟的男人 老头忍不住说道 身强力壮的 不找个工作 天天好公园里干啥 男人伸伸手说 我除了这个 啥都不会呀 老头瞄懂 这是将棋 老头笑男人放大话 自言这公园里 他没遇到过对手 于是两人切磋起来 连续一个下午 老头被杀得落花流水 被欧地夸赞男人 可以将职业棋手当作梦想 男人问 那你的梦想是啥 老头回答 我做的梦多了 不过都没沉 现在嘛 就算了 此时过去几天 老头悠闲地打开电视 竟看到那天和他下棋的邋遢男人 正在参加将棋名人赛 并打败对手 获得三冠王的称号 他才知道 男人是将棋界的王者 身天信三 这番际遇 激起了十四郎的斗志 梦想之圈喷勃欲出 不久后 他迎来了机会 还是那个教他做酱油的朋友 带来了新项目 呼拉圈 儿子宗男也认为是好项目 强身借铁 还容易上手 十四郎立马回去找女儿郑子投资 郑子断然拒绝 手里那笔钱是留给儿子的 十四郎不甘心 趁郑子去上班 拿了存折和印章 到晚上发现时 一切都晚了 碰见这样的父亲 郑子欲哭无泪 十四郎发誓 一定能挣钱 宗男也安慰姐姐一定能行 拿着呼拉圈让姐姐试 郑子转了两下是好东西 可看到父亲心又沉了 多少次了 父亲总能把好项目作废 也只有丈夫鬼种 能那么包容父亲 郑子看着曾经一家三口的照片 默默地哭了 生活好像一下糟糕起来 不久之后 南极客考队回来 阿赫又来巴女家了 这一番极端环境的历练 他觉得他能成为房子的依靠了 郑子笑着说 不仅仅是这个问题 阿赫的心态要被搞崩了 这是郑子说 要看房子的意愿 阿赫激动地感谢大姐 没想到 房子却以工作为由 暂时不想恋爱 阿赫去到房子工作的地方 他终于明白 工作是借口 房子是喜欢上前辈手肿治虫了 自此 阿赫又一次消失了 十四郎的三千个呼拉圈也做好了 手下突然问 这东西对日本人来说 是不是太大了 卖五百元 是不是太贵了 十四郎很乐观 这些可都是欧美标准做的 就在这时 朋友冲进来 市面上已经出现呼拉圈 圈尽小 塑料材质 只要270元 还能挂脖子上赚 这之后 呼拉圈在日本风靡 但十四郎的钢圈 却一个没卖出去 他跪在郑子面前 自善而光 哭着道歉 郑子又能如何 叹着气 原谅了父亲 当时鬼种留下的钱 近十四郎这么一败 只剩一半了 怕再有意外 郑子将先交还给柳先生保管 这年女性的声音 开始冲破男权社会的压制 国家顺势取消了 红灯区的合法地位 波子被报社派去报道此事 在采访相关人士的过程中 了解到一位 经历奇特的十足女 据说是东京大学的高才生 波子去看了女人的表演 一眼认出是一只赖 郑子得到消息 找了过去 一只赖说 当年海难后失忆 被渔夫救下 住了半年 等到恢复记忆回到东京 才知道父母不在了 家也被转让 想死 却又没死成 只能这样昏昏噩噩地活着 一只赖让不要告诉一男自己的事 郑子咋可能不说 唯一能拯救一只赖的就是一男 可当他带着一男来时 一只赖也不知去向 这期间 宗男服务的过期孝行谷川先生 也来到这种低端小剧场演出 谷川是看不上这样的舞台的 本想让宗男上去替自己 可当看到台下观众 因为台上演员的卖力演出哈哈大笑时 谷川改变了心意 决定自己上 这一晚 谷川全情投入 宗男跟他这么多年 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谷川 晚上宗男告诉妻子 他决定放弃演员的目标 自己不是那块料 谷川大佬今晚表现出的演员素养 他永远达不到 人只有认清自己 才能走正确的路 宗男之后和玛丽亚 开了一间街边面馆 这是郑子接到电话 伊之赖找到了 不过在医院 伊娜没有再错过 她握着伊之赖的手 伊之赖泪流不止 伊之赖回到了巴女家 这里她第一次来 已经过了八年 八年大部分人都成长了 但也有原地踏步的 比如口无遮拦的阿姨 波子由于这次报道很圆满 获得了升职的机会 无妨妹子也想更进一步 她看到手冗在回味儿时的动画片 不由得感叹 原来童年的梦想会实现的 波子对工作室的前辈说 我其实也想像手冗老师那样 出连载漫画 随即就拿出自己的作品 想让老师看一看 前辈突然说到 不用看了 身怀梦想待在天才身边的普通人 会以为自己也能成功 但那是误解 房子不明白 前辈接过房子的话 边看边说 为什么只有一个手冗志冲 因为天赋无法模仿 他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 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这也是我画十几年漫画 在遇到手冗后才明白的 才安心做助手 因为那个差距 根本没有弥补的路径 房子深受打击 辞了工作 这时阿赫突然回来 他消失的这段时间 参加了一个水坝的前期调查 依旧在于自然做斗争 回来则是因为他又换工作了 要去煤矿组建工会 得知房子的时候 他却安慰了对方 让他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 你会永远有个粉丝 在这里支持你 之后阿赫赶往机场 但这天美国总统秘书馆访日 在机场被反美游行队伍围堵 造成大堵车 阿赫只能下车步行 身后房子叫着他 让他不要走 两人在一起了 这年还发生了 反美反驻军的安保斗争 几十万学生工人 包围国会请愿 阿赫也在此时受煤矿委托 给国会提交陈情书 刚好目睹首相被人群追赶 他停舍而出 争取了时间 自此阿赫成为首相的贴身护卫 他与房子也终于洗劫连理 在婚礼上 大家说着近况 波子是主编 一男在做火箭研究 走男的小店 生意还行 阿也依旧只会尬聊 最后做总结的不是父母 而是正子 初中没上完 就辍学挑起大量 他比父母当家长的时间还要长 他曾梦想过未来 但总是不那么清晰 走到现在 大家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事业 幸福真切地落在大家头上 才发现自己一直梦想的未来就是今天 如此的明朗而清晰 婚礼结束后没多久 十四郎在公园拾起外孙的玩具 竟是玩着呼拉圈的大象 有点讽刺 十四郎一口气没上来 再到地上去世了 不知道他自己怎样评价自己的一生 是壮志未愁 还是自不量力 但家里人不会去评价 毕竟是父亲 这次哭得最伤心的 是十四郎那个朋友 他应该是真的伤心 因为对他来说 这世间再找不到 十四郎这样志同道合的朋友了 十四郎走后 刘先生拜访了郑子 两人又聊起 郑子面试的情景 那是15年前 郑子说 要是没你录取我 我就见不到鬼种 人生又是另一番面貌 刘先生说 肯定会录取你 因为我和社长品位一致 郑子还在笑 刘先生就突然表白了 他和社长一样喜欢郑子这样的女人 激动的刘先生 被郑子一脚踢开 刘先生感觉失礼 自此消失了 连同郑子教他保管的那笔钱 没了那钱 郑子养家的任务更重了 除了电子厂 还少了份陪酒女的兼职 如此繁重 他累到不行 可儿子又出现问题 不爱说话 即使和同学发生矛盾 老师也问不出原因 郑子发火了 儿子说 为啥我信巴女 而其他同学都随父亲的信 我是私生子芒 郑子抱着小事 现在的解释 他无法明白 弟弟妹妹们回来 母亲说起郑子的事 大家才知道 姐姐现在过得这么苦 要解解姐姐 但母亲说 你姐早都回绝了 甚至我要去你们那儿 他都不让 说长姐要照顾父母 从这之后 弟弟妹妹们各出其招 帮姐姐分担 脖子房子会带姐姐去看戏 宗男时不时的带着小事玩 分担了姐姐照顾孩子们的心理 偶然间 宗男发现小外甥跑得很快 他吃惊的夸了几句 小事也很吃惊 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夸他 这天震子在酒馆 突然被叫出去 是很久之前 说要罩着鬼种的黑老大 最近听到鬼种爱的女人在陪酒 他愿意提供帮助 郑子玩具的说道 那就没越来就管消费一次吧 这一年 阿姐的作品终于完成 脖子流下泪水 他一直对丈夫有期待 今天算是得到了安慰 之后 小事在舅舅的鼓励下 参加了运动会 只是妈妈没来 她有些失望 郑子答应过要去 但总是请假 领导早有意见 看着比赛要开始 郑子心急如焚 母亲给玛丽娅打去电话 宗男又让叫上其他人 什么都帮不了姐姐 那就现在去给小事加油吧 一家人全都往学校赶 这时工厂突然说 今天放假 厂长通知郑子 有他的电话 是那个黑老大 几天前去郑子工作的酒馆 刚好听到郑子和母亲打电话 说嫁不好请的事 于是他就关照了电子厂 还负担了他们今天的损失 郑子感激不已 黑老大这么多年 混的就是义气 轮到小时了 舅舅一一都来了 还是没见妈妈 小时有些失落 这时妈妈出现在看胎 小时一下就开心了 发令枪响 小时冲向终点 他是第一 母亲和家里人兴奋不已 接下来 还有全家人参加的吃面包比赛 第一个咬着面包冲向终点的是阿贺 至此 这家人的历史告一段落 一同起跑的人生 会在之后拉开距离 但终点又都一样 所以不管快和慢 郑子欢快地迈开步子 甩开膀子 在自己的路上 朝终点进发的样子 始终最美 至于那个第一 他属于见过的高仓舰 立道山 远腾周座 首肿志虫 属于你在报纸电视上 看到的那些大人物 不过这些又都无妨 因为你和他们一样 活在这个时代 你不需要创造奇迹 不需要改变历史 就是真真切切的 脚踏实地的 活在这个时代 时代不予你声明 世人会将你遗忘 但你却是迈开步子 甩开膀子 为自己 为家人 走了这一程 这就是你的历史 你家的历史 一切都足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